几年前马来西亚的某个大型的手套厂 被一位叫做Andy的外国人举报 其实有人举报是好事的 但是就不管他的动机是如何 其实举报一间公司来讲 是其实是让广大的权重有一个警觉性 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至少它引起了共鸣 让其他上市公司会更加的谨慎对待这件事 所以这个是在全民利益来看是好的 我逐渐明白了一点了 这个Green Steel 我们现在有这个词叫做Green Steel 而且有很多现在那些钢铁公司 因为我主要在日本的活动 日本很多钢铁公司 他们都开始用的炉是变的 以前是烧炭的 它烧煤的 现在主要是要排层 电炉了 炼钢 就是来让它的排气可以的减少 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如果以整个产业链来看 有很多这些建筑公司 他们渐渐的也必须要买Green Steel 因为他们也必须要符合他们的业续 Green Steel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 我还想到Green Steel 杨慧也要这样子 对 因为全部这些整个产业链你来看 因为这些很多 这些建筑公司 property development company 他们也是要去遵随这个ESG 再加上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碳排放 我们看Scope 1 Scope 2 Scope 3 然后Scope 3就是连你的上游 他们的那个碳排放也算在你那边 但是这个老师说还 有点远了 对马来西亚应该有点远 当然是已经有这么的说 但是老师说那个算法等等 还是有待于standardized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要以整个 Business的角度来看 它不是当年的CSR 就是Social Responsibility 喜欢做或不喜欢做 Up to You 相当不难够 这个真的不是 它真的其实是你的 Business的Risk and Opportunity 但在一个上次公司的董事的角度 我自己来看 它真的是ESG真的是很能够让你 把公司推向一个更高的次元 其实它不只是cost而已 是你怎么看它 好像比如说 我是两家日本上次公司的董事 就一家我们是怎么样 在我们的Sustainability Report 我们没有出Sustainability Report 我们出Integrated Report 就是把我们的财务和非财务 过去我们ESG我们是讲 它是非财务 Non-Financial 但是我们公司是定义它为未来财务 Future Financial 就是说我们今天投资了ESG 我们今天投资在我们的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不只是在我们公司的运营方面 而是我们出的产品 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的评估标准 以第三方来认证 我们是Planet Plus 就是这一群的产品 它是对环境好的 一群的产品我们叫Human Flats 它是对人类好的 对Social好的 这样子的话 将来我们就跟我们的股东 跟我们的所有的利害相关者 Stakeholders来讲 我们的公司未来就是走向这一个方向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投资会成为我们将来的 也就是说你投资ESG是能够 accelerate一个企业未来的成长 肯定 要不然为什么投资者要你这么做呢 投资者他最终是要赚钱吗 我在想有没有马来西亚公司在 就有这种先见之明正在走的 因为刚刚从你们讨论到的这个趋势 我觉得好像绿色能源 这些是大家一定要关注的领域 但同一时间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 反而是比如几年前 马来西亚的某个大型的手套厂 被一位叫做Andy的外国人 就是举报就造成了马来西亚的手套产品 被美国那边就 就是你不能够进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造成了马来西亚的股市投资者 也是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个ESG的情况 就人权他们讲 其实这一位叫做Andy的外国人 他好像一个人权斗士样子 或者说是 但是有人说他背后什么 在台底下面要拿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觉得他讲得难听一点 有人说他是一个搞习惯 他搞到了这个公司 然后又去另外举报 有另外一个代工制造的公司 也好像被他举报 然后造成股价大跌 我们的股民很讨厌这样子的 Whistleblower 怎么看那两位这个东西 其实有人举报是好事的 但是就不管他的东西是如何 其实举报一间公司来讲 是其实是让广大的群众 有一个警觉性 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对对员工 对待员工的福利 这些居住的环境等等 其实因为这些都不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 所以当有人举报 这个对股民来说会影响他的股价 但是对这个公司来讲 其实我觉得短期他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要去应对 要去面对这个大家的一些 但是我觉得经历了一番风雨之后 好好的调整内部 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这些 Long Term 反而对他以前以后的任性 以后的这个竞争力跟面对环境 整个大环境的变化 他会比别人快一步 就是短痛 大家看到股价跌很难受 但是其实如果公司 现在已经好了吧 好回了 好回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的确是比较短暂的影响 但是之后公司有及时的反应的话 其实市场能够消化这个东西 所以刚刚黄博士讲到的 就ESG让这些企业未雨虫 我不要等到那一天被人家举报的时候 才如梦初醒 遭受股价的那个就打脸 早一点做可能会更加好 我原本坦白讲 我当时候也是加入了我们很多投资者的那个 我认同他们就 哎呀你那种不要搞那么多事情了 股价跌啊 大家都不爽 但是当好像有一些 就是牵涉到某些企业的员工宿舍的那些真实情况 被人家拍了放到YouTube上面 我们有机会看到的时候 坦白讲我们都 都都下了一跳 就那个环境还是相当恶劣的 就就我我也会是问问我自己 我希望我投资的企业 他这样子对待他的员工 哪怕他是外劳 好像不应该 好像这些外劳值得 就即使他们也为马来西亚的GDP 制造了很多的贡献 他们值得更好的待遇 我也有这种感觉 其实至少他引起了共鸣 让其他上市公司呢 可以更加的谨慎 对待这件事 所以这个是在全民利益来看是好的 是 我非常赞同你博士所讲的 因为我们作为人 可能陈建老师就会说 你这个不是好像很理念化吗 可是我们在赚钱的 当然我们是要 那个钱是赚的 我们是开心 心安理得的 而不是说 过去我们所讲的 真的是利益最大化 因为我当年就是 一直都是念Business的 从第一个学位到博士 我们投资者都想利益最大化的 都是利益最大化 为什么我为30多年前 已经开始走上Certainability这条路 就是我觉得 在利益我们可以optimize optimize这个 优化 当而我们也照顾到这个环境 也照顾到其他人 他们的生活好了 每一个人的生活好了 整体经济也是会拉起的 而不是说 这里的员工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把他拉来 或者我们把我们的厂 拉去比较便宜的地方投资 然后去到最尽头 你就没了 长期来说就没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再去第三国 所谓的第三国 就不断地降低 降低你的cost 就是去到越来越 人权低的地方 去压榨那边的劳工 到最后 没有得再压榨了 就这个意思了 这是我们真正要从 我们要赚钱是这样子的吗 而是让整个社会就是 有钱的人越有钱 就是那个评估悬殊更大 所以sustainability是讲什么 我们如果我们讲有趣 不要讲ESG的话 它主要是经济 E 还有environment 和S Social 如果我们看BUSA的 这个sustainability 它的那个guideline 它这样你 sustainability report 你要怎么写的 这个guideline里面 它是用EES的 因为经济是一点 你要赚钱 对 你没有 E Environment和S 这个governance 已经在这个E里面了 你的公司 怎么如何的治理 其实我本身是真的是觉得 我是打从股子里相信 也许是让你的公司 可以走得更稳 就像刚刚李博士所说的 你的那个弹性 你的resilience 因为你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的员工都很开心 很自豪地在这一间公司 跟你工作 你的customer 现在我们想讲的是股市 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厉害相关者 你的stakeholder 是不是你的customer 对 那你的customer现在就说 就算你是中小企业 来讲 我的customer 如果我是上市的 或者是我有很多这些条规 因为现在欧盟 连不只是上市 大规模的你也需要去揭露很多的信息出来 那他就要像你要啊 因为你是他的supply chain里面 你是他的商友啊 那你交不出的话呢 我就不要你了 如果很多人说 也许是骗人的 我都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我其实可以说的就是 你真的可能真的在整个供应链里面 你真的是没有那么举足轻重 所以你心电还没收到 就是要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整体来说 已经是走到很蛮前进了的 我想问陈佳老师 马来西亚的这些比较倾向于ESG的投资发展局 你有熟悉的吗 那我在这里 并不熟悉 MIDA是什么 MIDA是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 对 所以这个authority这个部分呢 这个MIDA呢 其实它是蛮支持这个ESG的碳中和 律师科技 律师经济 所以很多标准 很多guidelines和advice都是来自MIDA的 所以我听众 观众朋友可以多参考MIDA的guidelines 还有也要去 医循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NAT 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是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Roadmap 这是新的东西来的 新年才出来的 对对 这个在 给我们的这个标准的就是从2022年到2040年的这个 所有上市公司也好 小型企业也好 我们需要走什么路线 怎么去迈向这个低碳啊 能源啊 就是更有效率的这个部分 嗯 那就刚刚 其实我们谈到这里 我 我又 我又 回想起刚刚黄博士有提到的 中油 对 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也会知道马来西亚的中油领域 刚刚黄博士有讲到的 很多年前中油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领域的公司就已经在做的 Oil and Gas Oil and Gas 对 这两个领域 双油嘛 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很重要的 可是我们感觉到最近这十年呢 这两个领域的股票啊 好像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然后我们很多朋友看财经新闻呢 就看到欧盟欺负我们马来西亚 欧盟ban我们的中油 岂有实力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说要为小元祖发声啊 对吗 就是要争取 为什么欧盟你们讲我们的这个中油不环保啊 这个东西 然后Oil and Gas的公司呢 好像也感觉到绿色能源的浪潮来到了 好像我们原本开采石油的那个前景越来越灰蒙蒙这样子的 那是不是代表着ESG这种Sustibility越来越来 那化石能源呢 油气领域他们就没有办法转型了 然后我们的中油 马来西亚这边的中油 还能够重新就是被认可的嘛 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被针对 两位怎么看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个争议来讲已经很多年了 我身边的一些马来西亚国家原产业务的一些朋友 一些领导 其实也是在紧锣密鼓的就是去跟欧盟相关当局去谈谈 对我知道我们的当局是想去谈谈的 对而且我们已经在BioDiversify我们它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棕油业务从上游到下游 它已经在各个方面包括提高这个比方说棕油的废料的制成这些 在生能源或者是一些或者是一些生物可降节的一些餐具等等 就是他们已经很努力的就是表现自己 然后希望说我做了这一个能够弥补弥补之前所做的一切等等 也有很多解释也有很多解释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课题 因为棕油是马来西亚的全民的经济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但我觉得在投资者的眼光当中 我们相信有很多都会理解的 只是刚才我讲的国际上大咖的一些投资机构 它本身基于PRI它没办法 所以2016年马来西亚有发生过 那时候是挨挨什么集团 它也发生过 因为很多人批判的是非法开采还是怎样的 还有坎树林 我们不是已经开采到七七八八了吗 我们的棕油圆秋 就是在整个处理方面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 所以那时候的BlackRock本身也是有撤资 可能就是有对这个公司这个企业 之后这个爱公司爱集团呢 也做了很多很多这个alternative 去防止这些再发生 而且做了很多改善 这些在报告方面 在KPI方面也达到一定的水平 后来这些投资又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有RSPO 有MSPO Round Table Sustainability 对 我也是觉得这是什么圆桌 他们有已经制定就是说 这些棕油它是有 已经是达标这些 Sustainability这一方面的 所以现在我是听那些做仓库 生意的出国的 朋友就说 你要出去这些棕油的话 你一定要有RSPO 那些认证 他们已经有这些认证一起 就是才销售去国外的 一定要Palm Oil Free的这个label RSPO的话是Palm Oil自己本身 没有 现在是欧盟不跟我们买 好像中国印度是 对 当然跟我们买 但我想说 我想问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了这些努力之后 欧盟会重新接纳马来西亚的棕油 时间的关系 还是欧盟其实是 印尼的棕油跟马来西亚的棕油都不一样 好像对吧 他们不要棕油 他要用别的油 对 他要用别的植物油对吗 这些背后 我们怀疑是 你是不是想 就光帮残放你欧洲那边的植物油 也是有人这么说啦 也许我就是觉得做回自己的本分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要如何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是不是有根据 所有的现在所说的RSP 这个是国际已经是承认 就是这一些 只要达到这些标准 你是可以出口的 然后这些比如说 那些化妆品公司啊 他们都在用的嘛 都在用棕油 对于Ternal Oil是很多的化妆品里面很重要的材料 是是因为我在日本就是有这些公司的CEO的朋友们等等 他们就是指已经很早很多年多年前就已经说我们只用RSP 认证的中油 所以对他们也没有问题 所以你就只有去开拓更多的市场 如果别人这些不要 我觉得就是做生意来说 我们的参与 依恋 我个人是觉得你能够做什么 你就要去做 然后自然是有地方会认证你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这些 Planetation公司不是所有的 他们都是符合这个Round Table的 这个标准的吗 现在你符合你不能借到钱 因为现在银行它借你钱 你也必须要是符合这个RSPO的话 它才可以借你钱 因为银行自己本身也受了这一些金融机构 你不是想的 当年我们说了这两个产业有出Sustainable BG report 第三个常常也会出Sustainable report 就是我们的大银行 都当年已经开始了 就是早期这三个产业 是主要已经开始有出Sustainable 难怪我就之前我们就看到说 Bank就是借钱给Oil & Gas公司 变成了非常的不情愿 就是很多Oil & Gas的公司 没有办法跟银行借钱 如果它不符合某些条件 造成他们也没有办法加大投资 现在他们都很想就是Bring Fund 这样你就是要太阳能的啊 昨天我刚刚在一个银行就是做培训嘛 我们就是在谈这个问题 你现在如果你是要开那种Power Plant 是用Core 没炭的话 没炭 银行是绝对不借钱了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两大银行 而且现在两大银行已经是有声明 我们是不借这个 太阳能绿色发电站就他们很OK 因为他们有那个Green Fund Bank下来的 就是现在我们要推嘛 我们就是用中央银行来推 中央银行来下令指令 大家都有那个办 但是现在可能 可能或是体外的话就是 大家都不懂如何去鉴定除了太阳能以外 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多的例子 BioMask 我就不知道怎么鉴定 我就提议他们说 你去找那种大学啊 他们在做这些研究的学者 来去帮你印证啊 就银行自己去audit的 没有 因为他不懂得要不要批这个贷款 因为过去没有那种实在的例子 来让他看到你到底能不能够赚钱 你说的这个计划书 你将来是不是能够赚钱的 你在那个BioMask啊等等方面 其实银行也是根据报告吧 但是做报告的肯定不是银行 而是这个本身 这些第三发 然后本身这个公司要有一个 我觉得需要一个ESG的委员会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工作 而是一个非常routine 到long term 从short term to long term的一个 data collection的一个 process 难怪刚刚李博士你有说这个领域 资讯领域的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样子的需求啊 刚才谈到的就是投资嘛 就是其实ESG其实就是因为 因因谁而诞生 因为金融对这个投资的标准而诞生 新的投资它本身就是从CSR变成ESG 其实是因为这些 financial institution 讲了一轮原来不是政府在推 反正是不是政府在推 就是李博士刚刚一早就提到的 那个2004年 who cares win这个我们现在可以深入讨论一下 其实就是整个ESG的历史 因为who cares win它是随头提出来的 是UN的这个联合国全球契约 然后呢是瑞士联合银行 联合20多家金融机构一起来推动的 当在这个报告里面就说明这个ESG的重要性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subtitle的就是叫什么 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 to the changing world 这就是 20年前刚好20年前 对这是核心的 难怪是这样子的 那我再又想到 刚刚如果我们讲到不同行业 有一个领域我想到的 比如它是牵涉到木材砍伐的 那这样子的公司岂不是永远在破坏环境 永远没有办法抬得起头在ESG的世界里面 他们有种啊 再回种啊 就种回去 我有这样子的公司的很亲切很密切的朋友 我觉得90%的投资者去看财务回报 5%了 现在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 其实只有少数的人会关注环境 嗯 少数的人有这个侧影之行 说啊想要维护全球生命共同体 这样的 每个人的 我们都很自私啦 对吧 对吧 那我们只能够算是 那在awareness还不太够 对 awareness还有人不畏己 是 天住地面 对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 5%这一方面需要教育 就是通过 通过更多的 通过士的这些 training 我们也期待上你的课 然后跟你学习更多 然后我本身是世界绿色行动 World Green Movement的代言人 也就是发起人 那我早期影响我最深的 就是Globalization 然后从Globalization 我发现全球 全球化的这个世界 很多我们会渐渐会发现 很多世界各个角落的一些不公平 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些不平等 有哪一些可以讲的吗 我们其实ESG 其实是从全球化的演变 欧洲国家国外带进来马来西亚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全球化 就是跟联合国有关 所以你看到发起人 United Nation 他是主谋 主谋就是United Nation 但是他会被其他公约所影响 因为这些所有的公约 所以整个从1970年到2024年 中间有发生了很多国际上的交流 会议 这些公约 这些肯定是作为参考 作为主要的参考之后 浓缩出来的 越来越 越来越关心这个世界 越来越关心环境 越来越关心社会 然后关心人类的持续发展 这些就是因为 人本身一直不断的关心 关注 醒觉了越来越多 对 反思 不断的反思问题 所以才会有ESG的景点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现实 现实就是说 现在我们有讲 Planetary Boundary 我们已经去了 过了 有一些部分已经过了离界点 我们的地球已经没办法去支撑 我们是这么样的去 Extract那些资源等等 现在是说 我们地球它其实是可以 重生重组的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资源 是快过它可以再生的速度 所以从1970年开始吧 就是有一个数据是每一年 我们是哪一天 已经用完了所有地球的资源 那一年 今年是8月1号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一直都在测度当中 是多用过地球可以给我们的 所以刚才 陈奈老师有提到的 就是关于木材 曾经有一度是woodshop 木材的价格起得很高 对 因为不能够砍发 也是因为那个供给 如果当我们的全球的气候 更加的来到一个极端的话 我们原本以为 那个树木可以多少年生长 它可能不能生长 等等 这些它其实是整个很大很大 刚才李博士有提到的 interconnection 所有东西它都是 环环相扣的 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以 今天这个股价多少而已 所以为什么这个主流 由financial market提起了 比如说我一个30至30多年来 都在sustainability这个领域的人 我们最近的 真正我们看到 到过在日本也是最近的 尤其是covid之中和之后 也许的这个 它的速度来得非常的快 过去我们是很拼的 我们一直是跟公司讲等等 它们只是当作是一个branding 但是它真的来得非常的快 是因为现实生活 我们已经看到 那个极端的气候变化 水资源的问题 这些污染的问题 还有就是更多的人 像李博士讲的醒觉了 你要现在的我们叫Zen Z 他们有YouTube的这些资料等等 我们也有这个气候少女 Bretta Thunberg 我记得那位女生 所以有现在大的峰会 气候的峰会一定请他 说我们的家园现在着火了 现在我们真的是处于 这么水深火热的一个状态了 ESG本身不是为了公司而已 它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 可持续幸福的未来 这一点要跟观众朋友强调 好 当然我最后的问题 我们讨论 今天我们讨论比我们想象中的 还要 还有多 我觉得好像这个只是ES的 一个很频繁的 是啊 OK 我这样看来我们还有机会做第二第三集了 但我在这边可能我们的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还想我帮忙问的 两位怎么看马来西亚接下来的数据中心的投资越来越多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ESG的灾难 还是 就因为人家讲的数据中心来这边是摊我们的电啊 摊我们的水啊 这样子的 那我们应不应该拿这样子的investment呢 两位怎么看了这个 哇 我觉得应不应该 我在我的理念当中是没有应该的这一回事的 主要是你拉它进来 当然是我们的政府有看到就是 可以制造很多的机会啊 投资 GDP 投资进来 我们以前看到马屁也是油漆车了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们要如何 我觉得它是一个灾难也好 它是一个什么也好 就是看我们如何去应对 我看到贸工部长 腾克里萨夫说 接下来可能要出一个 guide line on这个 sustibility on data center的investment 就是看你如何去管制也好啊 你如何去应对 拿好的 拿好的越多 然后减少我们的风险啊 或者是带来的伤害越少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人类历史一直都在做的东西吧 在整个business也好 在个人也好 因为没有东西它是 鱼与熊掌 两者你都可以监督的 是吗 所有东西它一定有一个trade off 但是那个trade off 在trade off里面 你如何把的那个profit 和你可以gain得到的东西 提到最高 把你所有的risk风险 还有伤害拉到最低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最终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法 可以做得到的吧 因为它不是牵涉说 一两句 应该不应该 应该与不应该 两句就可以讲完 看了我的问题有点肤浅 我也算在想听一听李博士 你的看法 其实在生态文明建设来讲 现在全世界提倡的 就是从工业文明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 到现在的生态文明 如果以这一个方面来去评论 刚才陈建老师提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当然数据中心肯定是迎合时代的进步 人类的方便 然后为整个社会的信息传达 会更加的蓬勃发展 这个对发展 economy是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针对economy来讲 我们一定是100%支持 如果它在建设数据中心的当儿 它的能源消耗 它的能源使用效率没有很好的控制 然后它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有就是制造了很多环境的污染 碳排放 我们一定要criticize 然后因为economy跟ecology 其实是两兄弟 economy如果做不好 那个economy就会影响ecology 所以它只要人不要影响人 让这个员工24小时或者是他的福利部没有照顾好 这个people没有照顾好 我们就要反对 所以在生态文明的这个标准之下呢 我们只要照顾好人 还有发展 还有整个环境 它能够平行 进一起前进 我觉得是我也会相对的支持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等这个政府说第三季度会有这个guide来出现 对 我不客气地丢一个问题给李博士 你能不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 ESG它怎么执行 它是什么东西来的 ESG就是怎么做好一个人本身 这是一个管理人 怎么做好一个员工 people people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人 就是我们social social就是对待我们的员工 给他很好的精致 很优良的这个工作环境 很多员工都行 让他们工作三小时 一个星期工作三天 就很开心 让人开心 让people开心 kind to people 就是只要我们做到 就是让他觉得安全 让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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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健康 让他健康 就是所有人类需要的 那些basic needs 那个叫什么 Triangle of Hierarchy Mash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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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erarchy Business Good的人都学过 只要所有的上市公司老板 企业老板 高管也好 我们就根据这个 这个Hierarchy 来做 就是我们人需要什么 人的本能 需要些什么 我们去满足他 我们不要剥削他的权力 人权 就是从people 我们一直深入 深入 我们就可以expand 去到这个更高的 这个 就是对人性的关怀 那第二就是planet planet就是什么 我们environment 对 我们大环境 那大环境里面的这些 生物 biodiversity 这些昆虫 动物 如果我们一间上市公司 去杀一只猫 我觉得第二天的股价一定会drop 很厉害 对 所以看到吗 这个planet里面不只是环境 每个人一定要从这个环境里面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 生命共同体 green global 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green 就是ESG里面environment 是比较pro to green 对吧 对对对 但是green stand for what 我们很多人以为只是 green就是跟这个全球化很 很相似的 就是global 我们不能够只是照顾马来西亚的环境 如果印尼烧巴 每一年都受影响 对 那个股价也会跌 也会被所有的人民 不是股民 是人民去背割它 但是也会面对法律的输送 所以当planet有的东西 我们就要去让自己有一把 这个什么 显环境去深入 这planet有的什么 有树 我们照顾树就对了 河 河流 海洋 土壤一个都不能破坏 千万不要尝试去 去弄这个大自然 去破坏它 然后你知道有 Pase Kudang 在2019年的时候 Gim Gim River 我记得 我记得被污染了 这个是轮胎 这个是化工轮胎 它为节省成本 它就把这些废料 海盗 还有毒气 废料 知道造成了多少人 就是学生 数千人 就是不舒服 这个也遇到这个法律的输送 还有整个planet 就是河流 海洋 土壤 森林 不要破坏 这些大环境是看 就是我们的这些 我们绿色的这些场景 但是里面的人 social里面 就是planet里面的人 我们一定会最好 但是我们会忽略什么 动物 植物 这个动物植物里面 一 不要去伤害它 二 我们要多种植 对吧 多种plantation 一棵树 一个成年的树 可以吸收 一年可以吸收 22kg的化碳 所以这些也会被列进 我们的ESG的报告里面 所以我们多种树 多减排 这些每天做对环境好的 多种树 多减少这些污染物 其实对我们ESG报告是有利可 就是会有更好加分的 第三个就是professional 我们有王立荣博士 我们有陈建老师 在资金管理方面 castflow 我们的inventory management 这个东西也跟也许有关 当然它也是要看你的财务正不正常 能够不能够持续 如果你本身进太多货 如果你的全部 比方说你批发商 他进很多超出我们的castflow 这个可持续性 也连公司的财务就放账出去 有没有收账回来 你怎么管人 你怎么管钱 都要 你怎么管理 你怎么去下达命令等等 如果你本身就是professional来看 就是三个P 就是professional更重要 在整个国际大环境 professional就是在你的财务 对吧 你的管理 你的员工 你的整个对你的股东的这些利益 相关利益体 stakeholders 有没有照顾好这些呢 我觉得是在sustainability report里面是最看重的 只不过在近几年来讲 我们就特别关心公司的 在environmental方面的这些贡献 还有对social的这些贡献 原来这可持续报告 连公司的财务管理的情况也可以了解更加多 三个P以后 投资者真的不知道 三个P以后 我们就是要看D 就是D 就是data collection 就是每天记录就对了 我们好的就记录 不好的我们也记录 我们一直在修改 一直在整理 一直在不断的提升 还有data collection做好 还有我们的details做好 所以等这个第三方咨询公司 ESG咨询公司有很多 马来西亚有好几家 我们可以列出来给大家去参考 好 就是咨询公司 然后我们去 还有一些网站 一些网站 关于sustainability report的框架 就是我们需要列明什么 谁负责啊 他的覆盖范围多少 他的KPI是什么 他的第三方的这个是谁 来参与的 我们都要很详尽 这些我们希望 这个节目 这个视频 我们将这些链接放出来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去学一下 怎么看这个可持续发展报告 总之一句话 3P people planet and professional 做好 ESG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黄博士刚刚有提到的 你也作为日本上市公司的董事 是一位女性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马来西亚的大马交易所 要求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 董事局里面 需要有女性董事 坦白讲 在投资的领域里面 很多男性的投资者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多此一局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增加女性董事 我们以两个观点来看吧 第一个切入点可能就是 刚刚我们的李博士有提到的 FBG和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的和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点 第五个就是关于性别提到 Gender equality 所以所有的公司 其实第一点它也必须要去补合 所谓的全球化的一个 这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和持续发展的目标 那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是签署了 我们是adopt了 所以企业也许多 这个是以第一个 以国际的观点来看 那第二点呢 是以再三年以上来说 对公司的业绩有什么影响 是是是 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其实是蛮有科学根据的 OK 因为如果在同一个性别 同一个年代 生长的 通常我们有一个我们叫group thing 一般上就是你的思维 是集体性思维的 想的东西 吃的东西 去打到呼求 怎么样的 是差不多有一个特定的 在那个框架里面 太像了 太像了 就是在那个我们所谓的框框里面 那可是加了一个女性董事 一位或者现在是说百分之三十 比如我们的国家政策里面是推荐 推荐 这样子的 它可以丰富公司资讯的多元化 就是说你少了盲点 少了盲点 这些你说有没有科学根据 就给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例子 为什么那个两个美国911事件 曾经有人去研究过 为什么美国他们那些CIA 是吗 那些都有这么厉害的人 为什么能够让两个这样子的人 进来的国家 还能够就是把两个 发动这样子的袭击 就是因为理念 CIA里面没有人懂得 伊斯兰文化 这真的是在一本书里面 在全球 就是说为什么需要 Equality 需要Dragacity的书里面 有作为一个例子的 这就是说公司可以有更多元的话 来看我们公司到底我们的战略里面 我们缺少了什么 有没有盲点 所以也就是一个 如果我们以在商言商的来说 那再说我们公司里面有 女性员工 对 那我们上面的都是男性员工来画 有一个是说 对我们下面的女性员工 那个Motivation不是很高 我也起不到这个D 就是说公司里面就是一个 没有所谓的两性平等的一个说法 这个我赞同 就是所有的女性员工觉得 我再努力也不会成为高层的话 那我就 我生产力 对我的生产力就没有必要这么高 这个也是一点的 再加上我们如果在商言商来说 我们的世界一半的人口是女性来的 而且很多国家包括我们马来西亚 女性是越来越活跃在社会 她们是有经济能力的女性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你的间接或者你的直接的购买者 你的客户可能是直接的可能是间接的 或者是参与购买的决责当中的 她们是女性 那你不懂她们 因为所有的这个男性的这个抉择者里面 可能她没有想到女性的这些需求 她们的想法 还有就是也有一点是说 多一点女性的抉择者在公司里面 她们会对女性员工的那些live event 比如说生产 育额 她们在做policy 公司的policy方面 会更加的圆满的想到我们的女性的员工 现在在日本是我们简直是鼓励每一位男性的员工 她们的伴侣生产的时候都要拿价 这些我们要公布的 男性员工 她们在伴侣生产的时候有多少发现是有哪 就是我们所谓的育额价 一天至七天或者是多久 这我有同感了 我做了爸爸之后我就很有同感 就是有这些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利益 对公司的好处 如果我们说B2C的公司 因为就是说你是卖给消费者的 就是说你更有一个可以看得到 你的女性的客户的需求 如果你是以一个B2B来说 因为通常B2B的公司尤其做生产的女性的员工 我看了没有这么多余气在日本也是更加严重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女性的董事进来之后 女性的员工会觉得她们很受鼓舞的 通常我们去看场的时候 女性员工都是很开心的 我们中公司终于有了一个女董事 明白 我这个就真的是 这里全部的利益 它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 它原来是真的有这些科学的考量 马来西亚我相信现在马来西亚有多少间上市公司 900间 900间 Ace的 已经加在一起了 已经加在一起900多间 我们看目前应该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有女董事 是已经定了 定了下来最早一位的 对 基本上我看联报的时候 看到董事局成员都有女性 是 现在我们的100间最高的MarketCap里面的是31.4% 31.4% 因为马来西亚很早期我们就推30%Club OK 就是加入这个 就是说30%的女性 我们的上市公司里面要有30%的女性 我们前前前的手下 那些的时代真的是推得很厉害 我们的证券委员会好像我们有过高层也是 是不是Chairman也是有女性担任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其实做得很好的在这方面 如果我们看Security Commission的网站 它每一个月都有追踪 现在我们直接可以在我们的Security Commission的网站 看到100上位的公司里面有多少家公司还没有 女董事 OK我们也要将这个链接放进去给大家看一看 可以的很好玩的 每个月都有 现在刚刚公布的契约是31.4% 整体所有的上市公司里面是26.3% 他也是有讲说哪一件还没有多少家等等 很好玩的 就被人家盯住了 你什么时候选一个女性董事 OK非常有意思 没有 女性董事是有的 是说30%也没有达到 OK OK 还有一颗点 还有哪一个点 一个点就是呢 stakeholders 另一项关题 它其实这个课题可以增加那个节目的效果 躺着也中枪 什么意思 躺着也中枪 就是我们刚才延伸那个课题 就是即使是现在ESG是上市公司在做 就是S公司他们被Security Commission交求 这么做 因为我们以为事不关己 我们就躺着喝茶 坐着喝茶 其实它已经随时会中枪了 我们这次躺着会中枪 是创业版的公司 你比如说ACE 普通 普通supplier都会中枪 随时我们会收到消息说 你一定要做这个报告给我 你的碳排放 你的能源效率全部都要到 所以这我们谈一个 所以我才有这么多工 谈一下这一个 OK 因为刚才你讲到 但是这个没有很深入 刚刚黄博士有提到的就是 你在一个产业链供应链里面 你不懂哪一天 你可能也会发现自己被要求 躺着也中枪 对 怎么马来西亚也有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 这个Sustainability Report里面 有三个Scope Scope 1 就是间接 你直接是你自己的行为 影响了这个环境的污染 就是碳排放 还有一个间接 再来黄博士有讲到 这个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就是 包括您的员工出去旅行 或者你的供应商 他做了一些对环境 对人 对社会不好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会影响整个ESG的可观性 所以直到有一天我告诉你 你会突然收到 即使你是一个批发榴莲的 你是批发榴莲 榴莲这不是上市的东西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跟ESG有关 你也会收到一个 一个Warning 说你的榴莲有农药 对吧 你的榴莲 这个种植会破坏了森林等等 你收到了这个 可能就会给你Warning 或者是直接取消这个订单 所以所有的人 所有的在市场上 只要你是在商业环境里面 几乎都离不开ESG了 所以这些 哪怕是中小企业 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了 真的 没有特别 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关注 OK 好 也要学习好这个部分 我想说的就是 我在世界绿色行动日 发起这个日子 其实是跟 World Environmental Day World Of Day 是世界地球日 就是跟西方 属于亚洲人 发起这个日子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 很多 我记得 国际的一些 Environmentalist 就是倡导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 他们本身都会 最特别的关心的 这个就是五个 五个value 那我本身就把 这个五个value呢 作为给观众朋友的 这个导航 就是在 除了3P以外 除了3P以外 people, planet and professional 以外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导航 此时时刻刻呢 能够让我们 有一个方向 那这个五个 世界绿色行动的 5 core values 价值观 大家要听清楚 就是 所有人 要关心环境 对不对 第一个value 就是环境优先 只要我们的心 内在的 外在的环境 做好 干净 simplify purify 清洁 干净 那我们本身就可以 走下一步 我们的生命 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第二个value 是生命第一 所以我们要照顾自己的生命 也照顾别人的生命 维持 维护好我们的员工 跟我们制作的产品 我们的production 要关心这个消费者的权益 让他们 不会配信产品 所以生命要第一 第三个生态和谐 所谓生态和谐 就不要破坏ecological harmony 不要让这个水啊 或者是你讲的 海洋的这个温度上升 不要让这个地水火风 不平衡 然后第四个就是资源要共享 资源共享就是 你不要平复悬殊 我们有能力的 我们去帮助别人 这是资源resources 最后就是跟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一样的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不是那个只是growth而已 而是不断的教育 让我们下一代可以学习到更多 有竞争力的 面对未来未来更严峻的挑战的 这些知识 还有一些经验 有陈建老师教导的 如何理财 有黄立荣博士教导的 这些女性懂事的 怎样维护自己 怎样的独立 而且呢 怎样的 有一句话叫什么 男儿当自强 女儿也要当自强 所以我们有很多未来可以探讨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能够参与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录制 OK 好 谢谢两位刚刚回答了我这么多的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 经过我们这一整集的讨论呢 对于ESG的前世今生会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了 我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议题啊 就我想带给观众朋友们的 ESG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某些上市公司的股价 看来我们是有答案了 OK 这个东西应该已经不容否认了 所以在未来的投资者们呢 在这个领域做决策的时候呢 也应该多加关注 那再次感谢两位博士的这个到来 OK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探讨更加多ESG的方面 谢谢大家 谢谢